今年球季就還沒開季前就是有一些傷病嘛 然後其實在開季前的一陣子就比較嚴重 所以剛好開賽沒多久之後 就是有回台大概將近一個月時間 做治療跟復檢 再回去打 然後其實效果一開始也蠻好的 可能區別強度真的比較強 所以上次就是還是有點復發 然後中間就是又打打聽聽 今年賽事對我來說就是我會覺得比較失落 今年賽季結束就是所有合同都也到齊了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可能會比較傾向於就是回台灣 時間應該也差不多了吧 因為在西邊也七個賽季了 一開始沒有小孩然後到小孩出生 然後到現在今年小孩要準備上課了 那其實想一想這段時間就是 真的就是除了訓練比賽 其實都沒什麼時間花到小孩身上 那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一個方向 如果決定回台灣的話我覺得第一目標方向還是以SBO為主 因為我是從SBO出來的球員 那我也是因為SBO這個舞台讓大家認識到我知道我 也是因為SBO這個舞台我才有機會可以去對岸 那我覺得如果我決定回台灣的話 我會第一選擇會先放在SBO 我們可以去天原來的 我們委託一下 我們在內地的你 我們在網站內